好的我们看一下新的监管者雕刻家的实战啊 因为这边都是共演服 角色人比较少 这边的雕刻家也是我们国服的六阶图皇 现在应该说是七阶了 对他自己声称这个木南军 对木南军 他自己声称这个角色都很难 难度系数很高 这边直接往小推走 看一下能不能看到人 哎响水真的翻箱子干什么 真是了 还好 为什么有开局翻箱子的香水 给机会大哥 直接开雕像蹭他 这个抽刀没抽到 奉他走位 真是了呀 蓄力刀 没打到 我的天 这边是带着什么特质 闪现 没了 这下香水 因为一出现这个雕像 穷者就会很慌 因为刚刚我也是打了穷者这个视角 感觉只要雕刻家 在你旁边出了雕像 你会 莫名其妙的就会让你 比较慌 影响到你的正常的一个判定 这边优敏选择直接来救忙 这边香水给机会 看一下这边蓄力 哇 撞到监管 完了 这下游民不敢救了 怕打震慑 再撞 哎 骗了一刀 这个冤兵 有点东西 再撞 看到了吗 雕像就直接卡在了建筑物的中间 过不来 再撞佣兵 哇 确定吹人关眼神 这是我打不出来的操作 完了 双倒了 这波感觉要往三杀四杀去了 因为还剩一个杂技和一个佣兵 两个佣兵的阵容 修不动机子 感觉这边可能要把这个香水给卖掉 机子差太多了 咱们还要来救一波 感觉救下来没有用 香水没有先 正面走不掉 裤兆拉过去 没推到 没打到 无伤救 要扛到吗 我扛这个香水有点迷离 这个香水应该是 怎么回事 不在状态 但是我觉得他这波手势 咱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启发 对 我的雕像就攒着 就在你手势的时候 我用一下 对 营养到你正常的救人 你就会很慌 这边香水一飞 机器还剩三台 应该剩两台半 这个机子 墓地的机子快修完了 直接切传送守墓地 打佣兵 哇 又撞了一下 眼花了吗 我玩这个时候 我也有点眼花 很乱 对 需要你的 直接加 加新饼干 加到了 哇 涂花玩起来 这主角色还是 有点得心应手 像咱们玩就玩得吸水 还在弹着点机子 看到了一个佣兵 拉 拉雕像 对直接拉 哇 又挤到了 再挤 再挤 又挤到了 再一个刀 拉护手跑了 还要挤 直接用雕像 把一个满血 佣兵给挤死了 强强强强强强 木板还是很强的 你别说 真的强 对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每一个雕像 都不是随便放的 他是在看周边有什么建筑物 可以和这个雕像产生反应 对有这个碰撞 才会真正的发生出 这个雕像的作用 满血傭兵被挤死了 看到没 又被挤了一下这个杂技 挤了两下 三下 没了 我的天 学到了学到了 我本来以为这个角色很弱 对不起 道歉 向这个雕像家道歉